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跟委員报告 根据政治现金法来讲 那么他能够发起这个募款的 现在只有这一个为了政治活动 包括他是候选人或者政党 网络上发起罢免 他这个活动就是政治活动 本身已经抵触违反政治现金法 尽管你不是财罚单位 可是你是主管单位 这个案子我们假如他这样的一个 报纸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我们认为他是违法 不是 部长 你这样讲 我觉得你有点外行 你不能够在意报纸了 你要直接 你是主管机关 你要到网路上去搜寻 林先生他们的网站 他这个募款的网站叫 VDemocracy 他这个网站 你一定没有看过 我今天为什么要跟部长讨论这个事情呢 因为他这个VDemocracy 他说他主要是专为社会运动服务的群众募资 他就讲得很清楚 但是部长你知道吗 他这里面的付款方式 可以用信用卡 可以用匿名的方式 那他这里面的信用卡是包含 中国银联卡 使用支付的付费的方式 中国地区 或者是持有大陆居民身份的用户 都无需注册 也可以缴费 部长 我今天跟你反应一个事很严重 今天这些人是要罢免我们国民党立委 我们忍受了 如果今天有人去在网路上 利用VDemocracy 去罢免民进党立委 然后资金来自中国大陆 那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国家安全问题 我请问你 所以部长你一定不晓得 因为我上网去搜寻他一下 我看了我吓了一跳 他的募款的途径 是可以容许接受中国大陆的资金 近来从事台湾的社会运动 或政治运动 可以罢免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 不管是民进党 或者国民党 或者台联党 我觉得这个很严重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显然这个问题本身 我认为它已经是国安问题 我真的读了这个网站 这个内容之后 我心惊胆跳 还好今天罢免的是国民党的立委 如果今天罢免的是民进党的立委 那由这个网站来发动的话 那我请问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说 是利用中共的力量 在罢免我们台湾的民意代表 破坏台湾的体制 我可以这样讲啊 但是虽然尽管今天罢免的是 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包含本人 我也可以讲啊 这可不可能是引用 中国大陆的力量 进到台湾 混乱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 我请署长 现在我们林德华林局长在这个地方 我请刑事警察局 正式要侦办这个案件 我现在正式跟你检举 因为它是网路啊 这是网路的平台啊 网路的募资啊 网路的募款啊 涉及到整个国家安全啊 网路的募资